好來看一下這邊 他說呢利用右邊的成方開方後 就是利用這個表 你大家要不要看這裡喔 第一個他要問520我愛你 520就是我愛你啊 我愛你的答案在哪裡 好來看一下 這邊哪一個跟520最接近 是不是52 可是52要乘以多少才會變520 10 所以這個n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前面這個數字乘以10倍 所以就把52去乘以10倍 就會變成是多少 520 所以520太出來在這邊 聽得懂嗎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好簡單 就是22.803 這個很簡單 這個跑出來是送分離喔 可以嗎 你們是804 你們是多少 804 你們是804那就是804 沒有關係 總之那個方法才是重點 那個答案不是重要的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抬頭看這裡喔 第二題 2916 你們是不是2916 2916在這個表格裡面哪裡有2916 是不是在這裡 好這個意思是什麼 2916是誰的平方 54 所以呢 2916就是54的平方 請問54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跑出來 這樣會嗎 好再來第三題 3025是誰的 在哪裡 在這個表格哪裡 55的平方 所以是不是3025 是不是55的平方 不可以 好再來 7.280在哪裡啊 7.280是在這邊 好這個代表的意思是 這個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他是不是要把53丟到根號裡面 所以7.280就是代表根號53 然後他又要平方 可不可以 好最後再加上根號54 欸根號54在哪裡 54丟到根號裡面 是不是對下來的是這一個 7.348 所以最後呢 你看55可以跑出來 53可以跑出來 最後再加上7.348 你們自己去加 好嗎 15.348 啊因為 對了 15.348 嗯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可以喔 好可以的話呢 來你們自己寫這一題 現在寫 寫這一題 第七題現在寫